好在这边呢我们继续这一个呃什么呃 cuality不是那linear inequality的那个part2 好这一个是planet practice的第86页 好determine the linear inequality that satisfy the following shared region so在这一边呢之前是他给我们equation 然后我们呃画他涂黑的部分出来 这一个呢是他给我画黑的部分 我自己写他equation出来 所以这个是y10 这一条线是y等于10 然后这一个x5 所以这一条线是x等于5 然后这一个呢他是在他的下面下面就小过 所以他是y小过等于10 ok 因为他没他有包括包括10线 所以是有等于 然后接着这一个呢 他这一个是x equation 3是x等于5 然后他是后面后面也是小过 所以他这一个是x小过5 ok 他没有等于 ok 他没有等于 因为他是虚线所以他没有等于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找他gradient y等于mx加 c so他的gradient呢 我在这一边这一个呢 他是用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gradient等于 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可是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这边是50 这边是010 所以他gradient呢就会变成了 那个0减10除5减0 所以他变成减2 然后我们知道他碰到y intercept的 这个东西是c 这个是10 所以y等于mx加c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这一边y等于mx加c的时候 减2x加10 so如果你不会的话呢 你就在这边y等于减2x加c 然后他经过的点是什么呢 你放那个010 010 x等于0的时候y等于10 所以在这一边x等于0的时候 然后他的y会是等于10 ok x等于0的时候y等于10 所以你在这一边你就拿到 10等于减2乘0加c c等于10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y等于-2x加10 y等于-2x加10 所以如果你懂那个c 这一边一眼看你就知道 然后这个c是10 就y等于-2x加10 就快了啊 你不用这个动作啊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这个是上面 ok上面所以他是大过等于 ok所以这一边是y大过等于 所以他在这边y大过等于-2x加10 soy大过等于-2x加10 就是这样 好来旁边的这一个 他的equation1这一边 他这个点是00 然后这个是-4-4 所以-4-0 -4-0 -4-0 这样这一边前面没有这个减了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就会变成了-4除-4 他拿到的是1 ok 这个等于-4除-4 不过其实给我啦 我自己本身呢 我会比较喜欢呢 是用那个gradient等于那个0-4除0-4啊 所以他会变成4over4 所以是1 所以他的gradient是等于1 然后他y intercept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0 c是0 所以c是0 ok so我就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equation就会变成了 呃 什么y等于mx加c 他就会变成了y等于 x y等于x so 这个是y等于x 这条线是y等于mx加c 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y等于mx加c y等于e x加c 然后他经过00吗 so我的x等于0的时候 那一个y也等于0吗 x等于0的时候 我的y也等于0吗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0等于1乘0加c c等于0哦 soy等于1乘x加0 就y等于x啊 so这个是y等于x 然后可是他是属于下面的 所以他是y小波等于x 然后我的equation2这一边呢 这一个他是在x轴 x轴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一句口诀 x轴y等于0 y轴x等于0 这个是x等于0 001 0203 0405 0-10-20-3 x的部分等于0 然后他这个是在后面 所以第二条呢是x 小过等于0 x等于0 然后x小过等于0 然后接着 这个-4-4就向后走势 向下走势 然后这一条是y-4 so这个equation3 是y等于-4 他是在上面的 然后他没有等于 所以他这个呢 就会变成了y大过-4 没有等于 因为他虚线 所以他没有等于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 这个是y等于-4 所以这三个合起来是 第一个是y小过等于x ok y小过等于x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这个 什么 呃 x 等于0 x小过0 x小过等于0 x小过等于0 然后第三个是y大过-4 y大过-4 y大过-4 好 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呢 跟刚才的那题是属于一样的题目 然后 我们也是这一个 这个是x轴 所以这一边是y等于0 然后他大过的 所以我这一边是y大过等于0 然后-5-6 向后走5 向上走6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是x-5 所以这条线呢 是x等于-5 ok 然后他是向前的 但是向前的当额呢 他是没有等于x大过-5 他没有等于 所以他是虚线 然后最后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他经过 这个是向前走0 向上走1 0 其实厉害的同学 就直接知道这个是c等于1 so 我找他gradient是什么呢 我的gradient呢 会是等于1-6 1-6除0-5 0-5 所以1-6的情况之下呢 是-5 0-5是5 所以他变成-1 所以我的这一条线呢 他就会变成了y等于-1x加1 因为他的c是1啊 ok so 呃 然后 事实上 你如果你用y等于mx加c的话 y等于-1x加c 然后经过的是0-1 0-1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1 你x等于0放进去 然后你有y等于1 放进去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的是 那一个 e等于-1 0加c c等于1 所以y等于-1x加1 所以y等于-x加1 然后y等于-x加1 然后y等于-x加1的时候 这个是小过 所以y 小过等于-x加1 y小过等于-x加1 ok 好 所以我们的这三个equation是这样 然后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equation 然后 这个是我第二个equation 紫色的这个是我第二个equation 啊 然后斜线的这个是我第三个equation 这样 ok 然后 在这一边 我们同样的 x assist的时候是y等于0 然后他大过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就y大过等于0 这个是我第一个 第一个 然后过后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这一个他是 呃 向前走0向上走3 向前走3向上走0 所以我的这个gradient等于0-3除3-0 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3除3等于-1 然后我的c是等于3 so y等于-1x加3 y等于-x加3 然后他是下面小过实现又等于 所以第二个的这一条呢 所以第二个的这一条呢 是y 小过等于-x加3 然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呢 他是呃 向前走0向上走1 然后向后走-1 2 向上走0 然后我可以知道我的c是1 我的gradient呢 等于1-0除1-0除0-1-2 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2 ok 你不懂我怎样拿到2的话 你用你的计算机来按一下啦 但是我自己本身心算算出来是2啊 ok 所以2分之1乘上去2 所以我的这个就会变成y等于2x加1 因为他的c是1 然后这个是下面的 所以第三个呢就y 小过2x加1 好就是这样 ok 好来我们继续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一个应用题的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呃1kg的芒果和1kg的榴莲 是15块跟17块 然后他有少过500亿 然后要买xkg的芒果跟ykg的榴莲 然后total mass of durian is not more than the total mass of 芒果 所以我在这一边就15x 所以在这一边他就15x加17y 小过500亿神 他少过500亿神吗 15x加17y小过520 然后他是xkg的芒果哈 然后ykg的榴莲 yx not more than not more than not more than的话呢 就是less than or equal 所以y小过等于x这样 然后他叫我们 draw and shape the region the stratified the linear inequality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画这个 so这一边x等于0的时候 ok x等于0的时候 你在这边这个equation啊 x等于0的时候 然后15乘0加17y等于500亿 所以我的y等于500亿 出17 然后他拿到的是30 然后y等于0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15x加17 呃0等于500亿 所以我的x等于500亿出15 然后他拿到的是34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这个点是向前走0 向上走30 向前走34 向上走0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34 然后这一边是30 然后这个是小过 小过是下面下面下面 然后虚线哈 然后y等于x的时候呢 你其实很简单的y等于x 我们就0011233445566 然后4040 啊然后这边x等于40的时候 就是y等于40 连接上来 然后这个也是小过等于 小过等于下面下面下面 实现 所以这两个 然后在这一边呢 正常的情况之下啦 呃我们通常都会补上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的x大过等于0 和y大过等于0 这样的东西啊 他要么0 要么大过0 这样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个是上面 所以这三个合起来是这样 ok 然后他说based on这个graph 榴莲最多可以买多少 榴莲是什么呢榴莲是y吗 y最高可以到多少 y最高是到这边16 ok 然后16不可以哦 为什么呢16他不符合另外一个条件哦 所以他这一边他作业给的答案是错误了 作业是讲16哦 可是16不可以哦 因为你看你的17乘16的时候 17乘16的时候 他会是等于272 哎等下 这个是17乘16 等下这个是这边16吗 然后1616哦 他是15乘16 15乘16加17乘16 他拿到的是512 ok x等于16的时候 y等于16 15乘16加17乘16 512 他超怪 他不可以耶 ok 所以他他这一个其实是错了 这个其实是错 这个例子他这边是错的 ok 好在这边我要验证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用desmos so在这一个15x加17y小过510 15x加17y等于510 ok 15x17y510 1517510 这一边15x加17y等于510 ok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是 那个 y等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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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边这个 y等于x这样 so 我的这个graph呢 他会是这样的 ok 好 然后他在这边交接了 这一个其实是15.93 15.93 他没有到16 ok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他他的那个1616就肯定是不可以了 所以他的那个答案其实是错了 所以他那个作业提供的答案是错了 他没有包括1616 ok 他没有包括1616 ok好 这样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其实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个是dot line dot line的我们就不可以拿了 ok 然后即使他有1616我们也不可以拿 因为他是不符合这个dot line这条的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我拿这个 ok 这一个是10 1 2 3 16 然后12 1415 1615这样 ok 1615 ok 我这边刚刚的这个还是没有zoom到够大 呃 在这一边哎呀 啊对你看我们在这边他这一个 这个这一个点是呃 16 多号15 嗯 16多号15 这个点是符合条件的 当然我的那个1515也是符合条件的啦 在这一边我们还有1515 这两个都是符合条件的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符合条件的呢 是有那一个呃 1515还有1615 这这这两个点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y的部分最大的呢 y 的maximum呢 还是等于15 所以y的maximum是15 所以15哦 嗯就是这样 ok好 然后y等于15的时候 x等于16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15小过等于16 ok 15 y小过等于 y 15小过等于16 15小过等于15 可以 然后我在这一边15乘 10 16 那个是15块哦 1517啊 1517 所以我在这一边15乘15 然后再加17乘15 然后再加17乘15 这样那个价钱是少过510 对啊 这个少过510啊 这个少过510 这个大过510 然后过后如果我这一边是1615的话呢 他其实也是符合条件的 ok 这个是495 495他也小过510 好所以这个example 他的c的部分做错了 ok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应用题 ok so刚才那一个也是应用题啦 那个example 现在是这个 他说有一个补习老师 他教两个subject mx跟数学 他有x个mx的学生 y个数学的学生 然后他注册的学生呢 是limit to 80个人 ok limit to 80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他x加y会小过等于80 ok 可能他最多只能够交80个人呢 他的那个教室啊 那个一般可能只只可以做5个人啊 然后他的班 可能开的时间这样 ok 总是x加y小过等于80 然后 嗯 数学的超过mx的 最多20 数学的是y -x ok 然后 最多20 最多20就小过等于20 所以y-x小过等于20 ok x加y 小过等于80 y-x小过等于20 20 然后在这一边他要我们 画graph ok ok draw and shade the region that certifies 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x加y 小过等于80 然后 然后 呃 这个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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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8080了 这个8080是我第一个了 小过等于1嘛 像下咯 但是你们画的时候记得你要用铅笔来画啊 ok 你不可以用铅笔来画啊 ok 在数学里面还有sign里面 画图还有画graph都不可以用铅笔 然后 x等于0的时候y等于20 然后y等于0的时候x等于-20 那就很奇怪啊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x等于0的时候 然后y等于20 然后y等于20 然后接着呢我x等于80的时候 然后我的y等于y-80 小过等于20 y等于20加80 100 这个太太大的 我就这一边我直接放他是60吧 x等于60的时候y-60 ok 等于20 y等于20加60 然后他会变成80 所以我在60的时候他是80 60 80 这一边 所以他这一个是这样 然后他也是小过的 这一边小过 所以这一个他是这样 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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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两个inequality 是x大过等于0 跟y大过等于0 ok我们不可能有negative 个学生的嘛 所以他符合条件的地方在哪里 他符合条件的地方是在这一边 就是这样 ok 好 然后接着他说based on the graph state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number of mx 的学生 如果数学有40个学生 so数学有40个学生 数学数学是y吗 ok x个mxy个数学 所以y等于在这一边 他就是告诉我y等于40的情况之下 我的x最多最少是多少 soy等于40的时候 我从这边这样过去 y等于40的时候 哎我们可以拿到他这一个是40 还有20 所以他在这一边是20跟40 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个 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个 minimum 20 maximum 40 mx的那一个student ok ok 好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在一个transportation ferry 他有x两那个motor和y两车 然后payment for motor跟车 是15块跟35块 然后maximum number of vehicle allowed is 40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x加y 会小过等于40 so我的这个x加y小过等于40辆 然后total payment received is 最少700 最少700 最少700就是15乘x 35乘y 15x加35乘y 15x加35乘y 要大过等于700 ok 好 然后 呃 在这一边 然后right to inequality ok 在这一边呢 其实我这个这样做完之后呢 我 的这一个equation啊 我还可以跟他越减 我怎样跟他越减呢 因为他全部都是5的倍数 我除5 除5 除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3x加7y大过等于140 ok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好 接着在这一边他要我们graph画这个地方 好x加y大过等于40 所以x等于0的时候y等于40 y等于40 y等于40 所以我这个44 这个是一定有的咯 然后他是小过 这样小过 然后接着我们这边有3x加7y大过等于140的时候呢 这个我的x等于0的时候 然后3乘0加7y等于140 y等于140 除7等于20 所以020是这个 然后接着呢我用 我用 我用 那一个 40 x等于40 不可以 x等于30 90 50 除7 也不可以 啊 随便那我放40了 so我的x等于那一个 40的时候 以后3乘以40加7y等于140 所以我7y等于403是220吗 百4减百2等于20 所以我的y等于20把7 20把7的话呢 20除7是6 620除7的话呢 他其实是2又6百7 2又6百7 所以40的时候呢 他是2又6百7 我们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50 2又6百7大概是在这一边 所以他的这一个这条线是在这样 ok 然后他要的是小过 他要的是等下刚刚的那个是 这个是要大过大过等于 所以大过等于的话 我们这一边是向上的 大过等于大过等于大过等于 当然我们这一边还有两个equation啊 就是说我的x大过等于0 跟y大过等于0 正常的应用题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ok 我们没有0 negative 两车negative 两摩托这样的东西吗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符合的条件是这一边的 这个 ok 这个 好 然后在这边 他说maximum number of car 如果他的moto cycle是25 moto cycle是25 x个moto cycle x等于25的时候 他的y的maximum是多少 x等于25 x等于25 这一边是25 所以我x等于25的时候 我这一边上去 x等于25 ok 哎呦这么神奇啊 y等于15 ok y等于1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那一个ymaximum 那一个ymaximum 是15 ok 所以是15辆车 ok 嗯 你可以检查的 你在这一边 3乘25 加7乘15 所以3乘25 所以3乘25 加7乘15 然后拿到是8 8 哎 所以等于8 8 所以他是大过好了 大过140 ok 然后另外的一个是什么x加y 小过等于40 所以我的这个什么25加15等于40 是小过等于40 对 ok 好 所以是这一边上来 这个是15 好就是这样 好这一边呢 我们就把 这一个 个 linear inequality的 讲完了 然后后面的是总复习题 我另外的影片再来 好